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的比赛 因为我正好坐在电脑旁边 一边看球 一边在写我的球评 写着写着突然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 不会吧 我都觉得是比较讶异 虽然说其实他解说足球本来就是那种比较激情一点的 但是我没有想到突然一天会变到那么 我当时觉得是被吓到的感觉 其实也没什么印象 过去对他是有个印象的 他是一个名人 在我以前看来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然后这个人是个 相当于是个明星吧 至少算半个 当然是明星了 太有名了 但其实我对这个 并不是很感冒的 我们有交谈 但也就是公众场合碰到了 大家打个招呼 你好 你怎么在这 是这种交谈 那这么说 你们俩今天还是雀桥仙很难得的聚会 是吗 平常就在公众场合见过面 不是 建祥交代一下 你到底对他是什么印象 我就是挺喜欢他唱歌 然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04年的8月份 我到成都出差 转播亚洲杯足球赛 转完比赛之后 我成都有一些朋友说 晚上出去酒吧坐坐吧 然后就带着我 那酒吧歌女了吗 带着我到了他住唱的酒吧 这些朋友都是很喜欢他的 就说这个酒吧有一个女孩唱的特别好 而且他喜欢唱外语歌 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学外语出身的 就说到那去听听 就坐在那 然后就听他唱歌 然后那些朋友可能跟他很熟 就远远的跟这个桌子的人打招呼 让他唱完歌过来 大家说说话 那时候他还没有火 那你就认识他 2004年打招呼 像普通朋友一样 就介绍一下认识了 就这样 2004年的应该是8月份 我不记得及了 反而我就是要比赛一起 我去转亚洲杯 就这么认识了 然后到2005年的时候 我在荷兰转播这个世界青年足球锦标赛 上网 一看 说国内现在最火的一个事情就是超级女生 然后我再一看 又他在成都 进了三强 然后我还想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因为我不太确切的记得他的名字了 然后网上有照片 我一看 有点印象 有点意思 但是比他04年见我的时候 要说我那时候胖了 对对对 比他04年见我的时候瘦多了 他04年见我的时候 是个小胖姑娘 小胖丫头 胖乎乎的 而且穿的很朴素这样的 到底是什么 让这个记者们认为 你们俩有关系呢 有什么 就因为 可能因为比赛后面 因为他出来说支持我 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因为他是中央电视台的这个 记 名主持人 对 第一个出来支持他的 对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总要有个理由吧 出来支持 没有无缘无故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 大家总觉得是有动机的 你不会当时 你不会觉得感动吗 这样一个这么有名的体育解说员 当众的表示对你的支持 因为其实我跟他也就见了一面 可能就是说 都谈不上 什么都没聊过 我这个人就是比较250的 你知道吗 比较250 我要告诉你这不叫当众 是这样 在这个超级女生最红火的时候呢 那会儿05年的这个八九月份 全国人民都谈 每天到星期五都在看 然后呢 就是我周围的朋友什么的 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他 在这几个超女的前几名选手里支持他的 这个消息就传到了记者耳朵里 就有记者打电话要采访我 我当时还想了一下 我说这个作为一个名人吧 这个在这种事情上不好表态 我就拒绝了 结果呢 没过几天出了一个这个超级女生是恶俗节目之说 就说这个节目是恶俗的 我一听这个我就不干了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挺不恶俗的 我觉得我挺有品位的 我们家世代书香门第 我们家从清朝嘉庆年间就一门出了两个汉林 没错 世代读书人 我们家已经讲了你对他的价值认识还不够 刚才坐在你这个位置 徐子东老师跟他做完节目就奔了机场 临走前留下一句话 说这个黄建祥辞职啊 那是国有资产的重大流失啊 然后呢 我就觉得我一点都不恶俗啊 你凭什么就说这个超级女生恶俗 我这人就神经病就来了 就拍案而起了 我说你打电话来采访我 我要反驳这恶俗之说 我这就脑子后边有包属于 逆反心理 我看你是不是有反骨 对对 然后呢 就一下就暴露了 暴露了就很多人就盯着我了 其实在2006年的2月份 我记得特清楚是情人节那一两天 又说越入相 就是网络媒体上大量的开始铺天盖地的事 我和他怎么怎么着的这个消息出来 但是实际上在2005年的年底冬天的时候 我周围的朋友就已经反馈给我的消息说 说到处都传说你跟他好 他为了你都到北京来了 都签了华谊兄弟公司 不出重大牺牲 你觉得这种新闻出来 我不知道女孩子什么心理是很不高兴 还是还有点窃喜 还是 我喜什么喜 他很不高兴 你看不上他吗 不不不 不是因为这个 那我是觉得 因为我有家有孩子 你离了呀 不不当时还没有 哦 现在离了 不是那么回事 不是那么回事 可能因为我自己也是那种 因为刚进娱乐圈 很多事情还不是很习惯 不是很适应 特别是那种对于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 我觉得这种事情 有的时候放在我身上是一种侮辱 侮辱 你也够脏的 对不起 因为我觉得是没有的事情放在我身上 我觉得让很多人这样误解我 因为我当时其实我平时也上网 我看到了很多对我的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还没有还没有后面的评论 我的第一反应记者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那时候反应是很强烈的 怎么反应呢 反正我就很生气嘛 就差就差没直接骂人说脏话了 哎呦真是 不过你们俩刚才讲这个缘分呢 都我什么缘分 这说清楚 咱们啥都是缘分吗 这不是缘分呢 对对对 有朋友的缘分 亮阳 这个这个曾经历史上有这样 有一个这个美国大明星 男的大明星 就是在这个好像是欧洲的一次选美比赛上 跟一个选美冠军 嗯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颁奖 颁奖给他的时候 这个大明星跟这个女孩子说 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从此之后 这个男的召见了他的一辈子 不是也不叫召见 这个女的就就因为这一句话 爱上了这个好莱坞大明星 一辈子反正非常痛苦 最后是郁郁而终 有这样的故事啊 还有一种我跟你讲 你干嘛这么看见我 你们是假的 不你把这个故事说明白 是这个好莱坞大明星 跟他后来一直是有关系 还是没关系 他单思 单相思语而终 不是 有后来也有点关系 但是这大明星啊 实际上对人家不是全心全意的 所以这个女的就非常痛苦 但是我就说在当时那种情况 有人支持你 你看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给你看看照片 这是真的 你们是假招子 人家有这个真的 最近这南方人物周刊 你看张伟平拍的照片 当年在长城上 这个张艺谋 许诺 巩俐 一定让你演女皇 不是演皇后 有这么一段历史 你再看下一个照片 这好像是一个萧全保留的照片 认为这里边反映了人与人之间 爱与尊重 就当年两个人合作的时候 我跟你讲是个什么故事呢 比方说在俩人分了手以后 在开新闻发布会 记者就问他说你找这个巩俐演这个黄金奖 张艺谋当时就说 说我要找这个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那么巩俐当然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 你想这个男的呀 有时候当众的这么说 巩俐当时就潸然泪下 这种感人情景 据说在他这个生涯中出现两回 你们俩这事就让我想起这个 他也不是当时当众张亮颖啊 是吧 我那个采访你 你大概忘记这个采访的是 稿子是怎么写的了 我夸张亮颖 我主要是说我比较喜欢 超级女生这个节目 然后人家问我 那你在这个选手当中 你最喜欢谁 我说我最喜欢张亮颖 我首先主要是冲着这个 恶俗之说去的 脑子后边有包 记者就把重点放在后边 对对对 因为这个东西恶俗之说 只是一时的一股歪风邪气 过去就过去了 没什么可写的了 你知道吗 是是是 其实哎亮颖我不知道你 你的这个 你你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白马王子 白毛衣的王子呢 就是说咱那粉丝嘛 咱们问这个择偶观 比如第一我问你 你你喜欢不喜欢 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男人 我觉得年龄大与小都不是 不是 主要是我觉得还是缘分 有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会跟之前你的设想会不一样的 真的碰上了有缘分的觉得很聊的来的 或者很投机的 你都什么条件都变成不是条件了 你包括啊我我不是会言会道哈 就好比真的我相信想知道 我看你就是 哈哈哈哈 我想了解当代青年女青年 她的这个这种婚恋观 就是你比如说哈 像你说的缘分遇上了 是不是说她离婚 包括她有孩子都不是问题 只要这个看着对眼 这是个陷阱 你叫你叫你叫我拆我火 是不是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 爱情观就跟我唱歌的观点是一样的 只要歌好听 啊 黄建祥的歌很好听了 很好听了 我这个意大利万岁唱的很好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这个节目还是严肃的啊 这个 没看出来 这俩 我你看我都准备才来 我跟你讲 你这个人啊 要有点感恩的心 多少人想让我俩 一块出现在一个节目当中 没错 你是全中国 你是全中国乃至全球 华语电视机构当中最幸运的一个人 要不咱俩传绯闻得了 他也不承认 我跟你讲 没什么可承认 我评论一下你们这事 台湾有个报纸 最近发表一篇评论 台湾都知道这事了 全世界都知道 我的妈 绯闻年代 说感叹呢 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看待一个人的方式 就剩下这样的角度 无论他是谁 无论他的性别 无论他的工作是什么 无论他是怎样一个人 无论他专业上的表现如何 到最后我们看待一个人 就剩下这个角度 就是你们俩有什么关系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有共鸣吗 所以我说我们是个严肃的节目 严肃严肃 其实还不光是明星之间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公司里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单位里受这个东西困扰 哎呀你就觉得好像是背后有眼睛 你跟你同事我俩背后吃了饭 我俩背后没眼睛 我俩背后是全中国人的眼睛 我俩背后全是照相机摄像机之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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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这么坚定 对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你怎么对付呢 像这种情况 嗯以前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幼稚了一点 也跟别人发脾气 嗯现在怎么说 现在我都觉得有的时候说起来 我觉得比较好笑吧 因为有已经有记者跟我说就想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嗯他说呃 我们也我们也知道是假的 我想问你个问题 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个你知道呃 需要吗 你就当例行公事呃 随便说两句 啊这记者也很实在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这种人算厚道的 是吧对 这样的记者就算不错 我我也遇到过 就他们说我们都知道这事是假的 但是我们的报纸呢没办法 群众需要 群众需要得填版面 你说不写怎么办呢 哎呦 谁让谁让谁让你俩都这么红呢 现在啊 这真是 要付出点代价 是吧 但是我刚才听你这么说呀 我就想起谁呀 我最近喜欢上衣女的 我也绯闻女 不过黄建强我喜欢这个人很安全 他因为他死了 对对对 我说他这高明 对对他这特高明 我那天看了个纪录片 我喜欢金嗓子当年的周璇 金嗓子好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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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喜欢他啊 就是这个女的啊 这个也是这个 其实也一样 好像也是在酒吧里唱歌嘛 歌女 而且呢 将来当了人家平台当影后 这个周璇呢 就很很很很谦虚 就是辞谢 就说很谢谢 但是我到不了这个水平 就辞 嗯 然后有一次香港的那个蔡兰就讲 周璇当年跟记者娱乐记者的这种问答呀 哎 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 哎 挺有意思 你看哈 就是说都是往往暗示上问 就是你从影以来你喜欢跟哪一个男明星合演 这里边就有套吧 周璇回答 演员以服从为天职 怎容思见呢 说你的影台生活有没有受到意外刺激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 周璇说被一句古语作为答复吧 不如意是长八九可语人言五二三 对 有时候你跟记者可以来这个 是吧 然后说老师 哎 请问你为何要跟严华离婚 就当时他离婚 周璇说 请你原谅免谈往事好吗 那么谈现在的事 严华又结婚了 你有什么感想 周璇说 世界上或者多了一个美满家庭吧 然后又问他说大部分明星都在离婚 是不是都在自我宣传呢 人家说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是似是而非 哎呦 高明 这比公关公司给我们上的课都高明多了 如何面对媒体 这是生动的一刻 我还没人跟我上课 但是你看人家周璇回答离婚的问题 是这么回答的 我又哪一刻 我们黄建祥对于离婚 离婚是不是心情特别糟糕的一件事 离婚丧偶 父母去世 子女意外身亡 你还成套的 对人的情绪打击都是五星级的 都是相当于核武器攻击一样 我问点题 是不是真的我有朋友讲 撕心裂肺 因为没有爱情也有亲情 就那种感受 对 尤其是一个有孩子的婚姻 打击是很大的 他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就好像从你身上摁下一块皮肉一样 是这种感受 因为你很多东西是联系着的 是割不断的 而且是共同生活那么多年 十几年的这种 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 相当于是你 背叛了自己过去一段的信仰 其实你的日常的生活 这话说的 就跟你的信仰一样 就你每天回到这样的生活状态里 你才最有安全感 然后呼啦一下子 全都不在了 这是很惨的 所以轻易不要离婚 我得先结婚才行 而且内忧外患很多时候 他们说在中国离婚 整个的程序 手续也能足以使你不想离 然后离了婚之后 对人的情绪影响 还是确实是很大的 你自己不觉得 你可能觉得自己很坚强 觉得我没事 我照样吃饭睡觉 运动锻炼工作 朋友交往 但实际上 你的内心不安定的那一块 就像一个要爆发的火山一样 它还是很危险的 离了婚像爆发的火山一样 不是觉得空空落落吗 但是你的不安定的情绪 会让你像一个危险的火药桶一样 其实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 可惜我们中国有症的心理医生 大概只有一百位 而且你说名人去看心理医生 我也不信教 不能去找个神父忏悔 所以只能自己找一句话哭 或者怎么样 真是那么大打击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打击二字 能够概括的 你打翻了五位平 各种感觉都有 这个还是怎么也不能说都是痛苦 你也有迎来新的这种生活的这种感觉 但是这个过程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现在要是 而且就是你就想起一句话 就是时间是医治一切的良药 你只有时间 随着时间过去才好 亮颖听见这个现身说法 你对这个离婚有什么想法 轻易别结婚 你看他就从根上就堵住了 轻易别结婚 还是不想结婚 没有可能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的时间 然后可能想不到那么复杂的东西 最好是一切从简 干脆就别结了 他还是很小 我也是很郑重 我不像你当时那么莽撞 我觉得真是你结婚 结了最好就别理 要不然就是别轻易 但是这个中国每年离婚的人 有上百万对 可能还不止 那每一个每一个这个婚姻在 结婚的时候都没想着要离 但是他离了的人 你也不能指责他 就是说你没做好 都没办法 都是 而且特有加上内忧外患 都是无奈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人已经这么难受了 但是外界的媒体 对 还在给你加 这个对人家对方是不是更大的 对 甚至有媒体 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能够 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婚一个月了 他们居然会有人打电话去 我前妻那里去问 居然还能找到我们家里 原来家里边的电话 这个就很过分了 越听越有意思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亮颖刚才去广告很深沉的说 其实照你这么说 你是个很有家庭观念的男人 其实我俩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交往 我们俩在一块 见面不超过七次说话 不超过 不超过一个小时单独说话 不超过 加起来不超过 不超过一百句可能 对 他根本不了解我 可能今天在这儿 我们俩谈的话是最多的一次 而且他知道一点 比如说我的离婚的看法 今天才是一个初步的概念 没准将来成真了 那咱就是开始了 现在 这有水啊 毁音毁道 不是 这个确实 你们俩坐这 我觉得就是一个话题 就叫绯闻男女 现代社会都是这样 你比如他们讲 说当年这个巩俐和张艺谋的时候 在社会上引起争论 你知道跟你们的感觉不一样 那个时候 巩俐也是深负道德压力啊 很多压力 但是你知道 那个时候人们说的呀 不是像现在说 说你们是炒作 是商业 好像还是从道德上 道德上觉得你 破坏人家家庭啊 或者什么 是那种 但是你看现在 大家在聊起这个绯闻男女啊 更多的就觉得 其实知道你是假的 但是呢 就是一起这么搅和 好像这么着 觉得世界很热闹 或者大家有有有谈资 就大家当一个乐子 闲事不够多 大家当一个乐子 那你说 你们作为被大家当成乐子的这种当事人 又是一种什么心情 本来我 我是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 嗯 那我到了后面觉得 即使我想少一事 但是没办法 周围有那么多人进来参加 总觉得好像 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是说还是不说 我解释还是不解释 有的时候搞得我都挺茫然的 我问你 你妈妈有没有问过你 说黄建祥什么人呢 我妈没问过 没问过 她妈知道压根 就不看娱乐心 她妈知道压根没这事 那个时候我跟许国辉传绯闻呢 然后那个她妈妈在电视上还看看我 打电话给许国辉还问 许国辉啊 那豆温涛今年四十几了 我在电视上嫌老 你见我 她妈还不干 有时候还当真了 这个事有一个过程 就是一开始呢 很生气 也是恨不得想找人 就是理论一下 后来呢 麻木了 到后来就是当成一个乐子 你现在也能当 所以正因为你能当成乐子 你才愿意 你们俩今天都坐在这 有这个原因吧 我们确实因为没什么事 所以才能坐在这 我觉得真要有事的人 不见得会一起出现在 你的节目里边来 那你倒真的 你想怎么有事呢 你现在这个对你以后的配偶 有什么打算吗 这问题可以单聊一集 下期下期 大家别走开 大家别走开 这是更刺激性的 下期亮影也说说 自己将来要做什么 好